中国女排惊险逆转日本四连胜 结束首周比赛 6月4日 四季女排联赛首周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进行了激烈较量 最终 中国女排以3比0的总比分击败日本女排 以四连胜完美结束首周比赛 而日本女排则遭遇首败 第二局 中国女排一度以7分劣势落后时 17 形势严峻 教练蔡兵果断换人 将徐晓廷和仲慧换上场 双方移上 中国女排便连续追分 流转了被动局面 最终 中国女排以27分25秒逆转Uptaling日本女排 教练蔡兵的战术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女排首局大比分获胜严正以待下一战 首局开始 中国女排就取得主导权 通过王人员的快攻手先打开战斗韵律 袁新月和王云路的强攻进一步扩大比分优势至5 啊 中国女排的防守发挥稳定 林英的挡网和袁新月的篮网均成功阻挡日本队的进攻 而林英和龚翔宇的进攻 也再度拉开比分差距至17比12 之后 中国女排继续延续攻势 丝毫没有给日本队追分机会 最终在袁新月的强攻下 中国女排获得首局胜利 25分18秒领先 本局比赛 林英11次进攻中有8次得分 总得分8分 龚翔宇也贡献4分 两人成为中国女排获胜的主要攻城 中国女排的整体发挥也比较稳定 尤其体现在防守端没有给日本队太大机会 进攻端也较为稳定高效 中国女排惊险逆转两局得胜 发起总攻 第二局开始 双方站至3比3平手后 日本女排逐渐获得领先 一度领先7分至17点10分 虽然中国女排在进攻上占优 但男王与发球实力差距较大 支持日本女排获得较大优势 中国女排在局末追分至18 21 日本女排被迫暂停调整 随后 袁兴越的强攻和仲慧的单人拦网 帮助中国女排追分至22比22 分评比分 25分25秒平后 中国女排双人拦网成功 而袁兴越的发球直接得分 最终中国女排已27 25逆转日本女排 两局领先 这一局 中国女排从一度7分落后的 劣势中完美逆转 演绎了一出让人激动的好戏 两局结束 理应要23次进攻中有13次得分 共得13分 王元渊也有9次进攻8中得分的出色表现 中国女排的核心再度发挥关键作用 第第三局开局 王元渊首先打开战局 中国女排逐渐获得领先 但双方较量十分激烈 袁兴越的发球与双人拦网 以及李莹莹的攻击 帮助中国女排一度领先至11比6 不过 日本队表现极为顽强 追分至14比14平手 随后 袁兴越短评快速得分 两队的比分 一度交替领先 直到25比25后 中国女排稳定住阵脚 最终以27比25获胜 三局大胜日本队 此前三场 中国女排取得全胜 教练拆兵带队击败巴西 德国与荷兰 林莹三场比赛都是得分最多的选手 而日本女排同样三赠全胜 战胜多米尼加 克罗地亚与保加利亚 上赛季 中国女排一 三负于日本女排 但在去年世锦赛复仇成功 三局大胜对手 两队此前在世界女排联赛交手4次 各获2胜 但近两赛季中国女排都是败方 而菲菲利时对决 中国女排23胜6负占据优势 本场比赛 蔡平教练使用前三场相同首发阵容 林莹汉王云路为主攻 袁新月汉王云云为复攻 龚翔宇接应 凋零于二船 王梦杰自由人 三局大胜 中国女排终结了近两年来 对日本队的不利记录 彻底摆脱水路命运 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场胜利必将其大鼓舞中国女排的信心 成为今后进军世界 争取更高荣誉的动力源泉 中国女排加油 你们的每个胜利都让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您 与您一起前往更辉煌的未来